大人也有 你聽過這故事嗎? 可能是聽人說過 聽人說過你記得 第一次這麼快 馬上給了一個答案 陳倩章的改動 就是 剛剛 咳了好像看不到 是不是? 是呀! 加上給我送 送張宏帆滅送 於此 荒謬 那個 為人所 不恥 甚至退 張宏帆本來以功臣 邀功 現在是漢奸取嘴裂 呈現出來 為人所恥冷 所以厲害 一字之力 重陽千斤 擺在哪個位置? 送張宏帆 以送於此 所以這裏 就是用這個例子 我們在廣播劇中 在對白等等的時候 怎樣能夠掌握 送一錘的音 好了 咬字電集 今天我看一看 時間所限 我們跳過 待會有機會我補回 所以我們看回 開始 大家試試一起讀 你試試拿到這個輕重快慢的感覺 來讀出那種悔影悔聲的感覺 一起來看 柳敬廷裡面 柳敬廷說書 一起讀 華裏有刀槍劍擊 鴿兵衝突 等等 如果是刀槍劍擊 鴿兵衝突 大概到七度左右 八度左右 跟著來呢 是刀槍劍狂 所以有狂風怒號 如果剛才是七度 起碼要八度九度 是不是 華裏有刀槍劍擊 鴿兵衝突 有狂風怒號 苦雨入掃 有鳥爵悲鳴 群獸驚骸 雪到含住 令人山耳淚下 有些惡煙 有些想哭 所以你要調教它三度兩度 甚至一度 感望國之情相 唏噓不宜 所以廣播劇的節奏 還有一度留意就是 廣播劇本來電台 你問問有沒有電台人 很大忌一件事 就是前面的英文字 叫做dead air 什麼叫做dead air dead air 即是說沒有聲音 即是說因為電台 就不同電視 現在很先進 很多時候不會說壞 會不會突然播不下 但偶然如果電視播不下 斷片什麼什麼 都會立刻打個金魚缸出來 有些魚游啊游啊之類 有些東西給你看的 電台呢 最大忌是 不要dead air 突然 現在沒有聲音 死直 聽眾就會關機轉台 不聽 所以廣播劇的大忌 或者引伸到電台播音的大忌 就不要有dead air 但是我現在要有些空白位 那些空白位不是dead air 是living air 是有生命 是有流轉的 但可能是沒有對白 什麼意思呢 於是我就有另一個詞語 留白 什麼叫留白啊 這個是中國畫的一個術語 中國畫 你看到很多國畫 你未必很懂得欣賞 但是很多時候你山水畫 你看到可能寥寥幾筆 可能很多地方空白了 這裡是有山有樹 這裡有遠山 這裡沒有東西的 但是這裡其實有沒有東西 有東西是什麼 可能是條河 可能是雲舞 所以中國畫的構圖上 留有大量的空白 尤其是宋元以來的文人畫 日不草草不驅形 像畫家所描繪的自然生命 常呈現在一片的虛白之上 這些虛白上還原的一花一鳥 一樹一石 一山一水 和結白的素底 互相養襯 互為表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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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外表 Service Service 外表的 或者裏面 造就了中國畫特有的 空靈 簡軟 靈 虛靜的藝術 很多的空白偉 不是畫家偷懶 不是說不夠白 而是故意 是製造一個效果 製造一個意境 因為什麼呢 你會想像到是什麼 不用任何東西都畫出來 不用任何東西都畫出來 其實這個畫 裡面的虛 流白 這種概念 在其他中國傳統藝術領域 都一樣表達出來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大戲 即是粵劇 經劇 很簡單 就是馬 馬 很多時候 歷史故事 舞台劇裡面 講這些大鋪大鴿的 當然是千分萬馬 舞台怎麼可以放一隻馬 西方的時候 那些畫劇 很多時候就做一些道具 做到好像一隻馬 那樣 或者找人 做一個假 但是中國的戲曲 那隻馬是怎樣的 看不看那隻馬 他只是拿一條馬鞭 他完全沒有馬 一點點馬的形狀 都不會畫出來 或者做出來 還是扎出來 是靠那個將軍 拿著一條馬鞭 一條馬鞭 踢踢踢踢踢踢踢 這樣呢 就令你覺得 我們知道馬跑得很快 但是跟著呢 那隻馬鞭 本來就是 因為精力傷害沒有餘味 本來就是這樣 握直了 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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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摖 搖 搖 再搖 搖 搖 序 丘 物件、物質、相貌、形狀、無實際物相 亦表達畫裏的意境 以無相表達意象 很深,但這句話也不深,你會掌握到的 無相表達裏面的意象 其實是一句話,這句話是很重要的 看見敵那麼多 其實是一句話 言有盡 怎樣可以? 言有盡,而義無窮 就是自女自外的自外 或者是了了如陰的意思 或者是 言詞以外的意思 我們再看回剛才的詠錄 在最後,為何我加了個家丁呢? 宋客 家丁是 這裏是一個空白位 這裏沒有任何的對白 但我們電台又說 不可以有dead 別人不知道做甚麼 以為壞了 所以最好有些音響 或者 幾年前那次發覺很多學校會掌握得到 後來我們和電台同時都提醒大家 可以多用些過場的音樂 所以看的電影多 不知道是否看過 我們以前看言語場片那些就是 時光流勢 有些水流流流 有些古增彈琴 或是鋼琴彈琴 代表時代、時間、流勢 這些都是一些 在廣播劇 是應該值得 放進去的 讓第一 是什麼? 第二 經常聽你說那麼多的對白 有時都累 所以有時要有些空白位 同時呢 是製造一個意境 製造一個情境 來調和一下 這裏是一個 留白的位 然後才殺榮錄 談何容易呢 那麼多 去到歷史劇 就是 剛才說過很多戲劇的技巧 但我們不要忘記 我們要不失歷史的尊嚴 所以接下來呢 我給你看一個 現在是差不多六點半 我希望六點踏九 立踏十的時候 我給你看一段 十月圍城 講新愛達明 講就是楊渠雲被行釋 的… 我們看兩分鐘左右 我看兩分鐘而已 再說 哎呀… 好… 好了 行…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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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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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 這裏有少許坑,休息一下 這裏也好,因為兩個半小時,一直這樣沖下去 這裏有少許坑,休息一下 沒了 民主這個詞,其實源於希臘的,也貌似從此 就是,人民的意思 從字面看,就是人民統治 就是按照平等,少數服從多數這個原則 共同管理國家事務 我記得,林肯曾經說過 他說,of the people,wise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 這個理念,就是我心中真正的民主者 真正人民的國家 潘教授,我們能看到中國有這樣的一天嗎? 我知道,這一天快到 就是我看不到 你也一定能看到 有意見 好 有意見 有意見 槍聲也嚇了你一刻 很有戲劇效果 突然之間這樣嚇 聽到甚麼嗎 剛才沒有字幕 鐵字街 楊渠雲 剛才風雨橫斜有提過 原來孫中山領導的興宗會在香港成立的時候 1895年 在中環時丹頓街13號 原來首任會長不是孫中山 而是楊渠雲 歷史上好像不是太重視 但這十年都不斷有人提回 首任會長是楊渠雲 楊渠雲其實是早年和孫中山一起 領導很多次起義 以至於他在1901年被清廷派殺手暗殺 本來殺手也想殺孫中山 孫中山走了歐洲 在倫敦幾乎蒙瀾 孫中山幸運 又不死 但楊渠雲被暗殺 在1901年1月10日 所以楊渠雲是香港的人為中國革命而犧牲第一國 真有其人 在中環之一條街 52號二樓 好了 剛才你看這部片《十月圍城》 就是當時講孫中山的故事 楊渠雲的故事 這部電影是挺精彩的 很多人都看到 有賣座 有叫好叫座 不過裏面 很多是完全不是歷史的事實 裏面說有拉車的 有個和尚的 有個警察的 例如幫孫中山來保護他 這樣 這些全部是虛構的 所以,你們是可以看到一個雷尾的雷尾 對於一旁 現在是從對於一旁 對於一旁 而打造在兩旁 而打造在那裡